其實很多市民都會覺得 沙中線的工程是香港鐵路史上的滑鐵路 無論由硬件去軟件都是近乎災難 5月11日這個申訴系統有一個這樣的事故 其實政府是何時知道的呢 機電處是在9月10日收到傳媒的查詢 就向港鐵了解之後就知道這件事 那在9月10日之前 其實是不是相關這個使用新系統的文件都派了下去 因為文件是這樣寫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個主席你理解 沙中線的情況硬件出現問題已經有一個 是經過獨立調查委員會設定一個新的溝通模式 是限制了港鐵在多少時間裏面遇到事故向你匯報的 那究竟這一個問題出現 是你們 就是 我都解釋不到這件事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疫情呢 因為你work from home 你不知道 然後你批了給他 然後後來當傳媒收到有吹哨人報料 然後說傳媒揭發 問到你你才知道原來那件事在5月11日是這麼嚴重 我對於沙中線通車一路以來不斷發生這麼多問題 包括造假、超知、醜聞 以至乎到今次有機會過海段一言再言或者通車無期 我是表示強烈的不滿 我見到由政府到港鐵 其實對於這個監管或者那個評估 都是處於大落後的情況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難向市民交代 主席其實現在整個沙中線的進度 我自己認為其實如果政府再這樣缺乏監管 港鐵沒有做充足評估下去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能夠在過海段 在2022年的第一季可以有目標通車 我覺得是遙不可及的